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這棵植物叫做蜂香 那很多人呢,會把它跟他的朋友清風搞混 今天呢,我們來看蜂香 蜂香呢,它是金魚梅科的植物 而清風它屬於處處科的植物 所以呢,蜂香的葉子會一上一下的交互生長為護生 而清風呢,為對生嘛 那它屬於處處科的植物,所以它葉子兩兩的相對,為對生 然後我們就來看蜂香的樹皮 蜂香的樹皮呢,會呈現生種裂 而清風呢,會比較平滑,沒有像它的裂那麼多 然後再來看它的枝條 蜂香的枝條呢,會像那種木質化的灰色這樣子 而清風呢,則是翠綠的 然後再來看蜂香的葉子 蜂香呢,它的葉線端呢,通常是呈現三開裂 五個也有五開裂的現象 再來,清風它屬於五開裂的葉子 但也有意外三開裂的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喔 蜂香的三開裂和清風的三開裂,你看 蜂香明顯的比起來胖多了 那清風會比較尖一點 然後再來看蜂香五開裂的樣子 和清風五開裂 也是同樣的情況,蜂香會明顯胖多了 那個清風會比較尖 然後呢,蜂香和清風一樣 都是屬於落葉大草木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在秋冬季節的時候都會落葉 但是有不同地方喔 就是蜂香啊 它在秋冬季節的時候葉子會轉黃 而清風則是轉紅 對的 然後再來呢,我們叫它的果實 蜂香呢,它是屬於碩果 就是像這樣小小一球的 那清風呢,它的果實是這樣子 它種子一顆 然後外面有一樣翅膀這樣子,為翅果 嗯哼 那麼今天呢,我們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